我昨天晚上下班是11點左右 在齊聰下班 走去地地站方向安眠 見到很多黑衣人 我見到一位爸爸 跟那班示威者 見到大家不對的對立 然後那班黑衣人就說 恃恃罵罵 說你搞亂香港你這樣不好 接著那班黑衣人就好像殺了船家 就追著他不斷罵 又挖又挖又刺之麻麻 直到這樣就不讓他走 一路走一路就那些瘋狄迷 說粗話我都沒見過 那些年輕人說粗話真的很誇張 就好像那一刻社會這樣 接著就說 亞蘇你不要走啊 你跟我走 另外身邊有個朋友就不斷扶他走 接著轉頭走到他遠一點 就遺坊地站門口了 我就不知道爲什麽 爲什麽那個叔叔就突然間 就跌了在那裏 我就不知道那些人是 推他打他 導致他跌倒 接著我就報警 警察說他會理會他 你們要想一個辦法 去制止這些暴亂行為 我們簡直看到很憂心 和說得很心痛 爲什麽那些暴民是可以去打警察的 警察是隨暴安良的 而不是讓你去打 好像你攜衝這個昨晚事件 你整大堆人去圍別人 你還說別人拿起槍 那他們拿起槍是防衛自己 有什麽不對呢 他都沒有開過一槍 那我不明白爲什麽 那些人還會咬他轉頭